以后我会在广东之道业的冲政 佛山的龙山加油站将会有上千摩托车大军在那个地方逐中出发 老乡们一同返乡 离春节不到一个月 众多在佛山打工的广西乡亲已经准备骑摩托车回家过年了 去年广西御林人卢德胜也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但今年什么时候出发 卢德胜还在交集等待 好 让我准备箱 我准备箱的车子 我是一个拉货司机 就是拉专辈的 从云福那边拉回来佛山这边 地板上就是过年的时候才有个消息 一般平时都没有的 早上九点 卢德胜从佛山到达了云福 一个小时内 重四十九吨合计四千八百件砖坯 被装上车拉回佛山送到各个抛光场 一天后 这些砖坯就会加工成各式磁砖 销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建材市场 进入千家万户 春节临近 按照往年的经验 再过十来天 运输队就该放假了 但今年的情况有些特殊 我们车队没那么快 可能知道很迟才有得交换 卢德胜的妻子 多家企业 很多工厂为了维持正常运转 都会在春节期间提高工资 留住工人在子南村过年 黎威所在的老磁场 也不容易 每年都会轮到我们 直班 上夜班 没得太充满了 没有人们要开轮套 一天开一个星期 往年过年都是找本地人直班 但当年轮到我们直班 我们都不好意思给别人顶班 曬别人 因为过年一样要有家 有个家企业做个鞋子 有个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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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今年有很多负责 不知道有没有有家企业 打电话来 儿子 肥一万 然后回家 儿子 不知道怎么够 好烦 大家由早一年时间 今场 想回来过年 一年长着 都不够回来过年 都不够回来过年 就是这么忙 他说过年自己放假 他就这么说 都是说放消息费 哪里哪里的心 根本都不够 不够回来到这里了 想过了一年 他们的工厂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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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了就不够回来 对啊 去年 卢德顺用运砖批的工资 在老家建了一座房 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要存钱装修 他还想跟着现在的老板 多干几年 法律 在哪里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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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打电话 伯伯 还能打电话 跟工友的聚餐 耽误了 卢德顺与儿子 约定的打电话时间 原本满心期待 要跟父亲商量春节礼物的儿子 拒绝接听电话 卢德顺和黎薇的儿子小丽 今年九岁 他在广西老家和大姑一起生活 父母不在身边 电脑游戏 几乎成为小丽 客与世间 唯一的娱乐方式 小丽四岁之前 其实是和父母一起生活的 但有了妹妹美龄之后 夫妻俩实在无法照料两兄妹 只好先把小丽从佛山送回广西奶奶家 在这之后 妹妹也被送了回来 三年前 兄妹俩都和奶奶一起生活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照顾众多孙辈的奶奶 开始力不从心 此时 大姑伸出了援手 六岁的小丽 搬到了大姑家 两兄妹虽然距离不远 但是生活起居彼此分离 只有过年 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 一家四口才能团聚 数学考试 小丽考了全班唯一的满分 这个成绩让大姑很欣慰 这是队员在佛山打工的 弟弟卢德胜最好的交代 六岁七岁了 她妈妈过年了 回来就十几天 十几天 她就天天和爸爸妈妈 在一起在上面 那她妈妈一去广东 说妈妈去广东 就拿她的衣服 什么东西 拿来我这里 我就关门 我说回来关门 那她在外面哭啊 大姑啊都是苦 天天都吃醋 其实有来 以前老师说 谁的爸爸妈妈 在广东的 就去说 有很多人去 大姑还没有告诉小丽 今年春节父母可能无法回家过年 我想说 爸爸妈妈 你们辛苦了 快点回来 我好想你们啊 快点回来陪陪我啊 只有爷爷陪我 和哥哥和弟弟啊 怎么你们都不回来 期末 老师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 给爸爸妈妈 写一篇最想说的话 一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 流下了眼泪 哎呀也是想爸爸了啊 我跟你爸爸说 爸爸进化回来好不好 像我们班是三个孩子 然后就有27个是双亲都出外打工的 托给亲戚 舅舅啊 姑姑啊 或者 有的甚至是 全部寄托在那个托管机构 下面这篇日记是如福利同学的 我想对爸爸妈妈说句心里话 爸爸妈妈 我爱你 你们现在广东工作 我也说不了给你们听 你们打电话回来 我也不好意思说 你们在家的时候 我经常不听你们的话 到处乱跑 还吵着你们要买电话手表和暖宝宝 现在我不要了 你们挣钱也不容易 哎呀 孩子压抑得太久了 然后太想跟父母在一块了 导致的 他们其实那个幼小的心里面啊 他们也懂的 他一边很渴望父母回来 在自己身边 然后一边又知道 父母回来只能种田 没有什么收入 必须要去广东挣钱 给他们上学 给他们满英服穿 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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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军